大家好,我是乔娘 过去没有想现在那么多腐蚀 我跟弟弟只差一岁 四个月就断奶 奶奶就用这个帮我喂大 好,我们开始 600克中筋面粉 加5克酵母 这是冰牛奶 先加一点点,酵母化开 我每一次都重复这个动作 我想大家已经听烦了 50克二号砂糖 你喜欢吃甜可以多加一点 更好吃 然后把所有的牛奶都加下去 把糖慢慢的融化开 为什么要用冰牛奶 因为这是一次发酵 不要二次发酵 这里天气比较热 所以用冰牛奶 这是高买的五股鸡 我说就是土鸡蛋 卖蛋的说五股鸡 我今天来用五股鸡试试看 是否很特别 很黄 他说这个蛋非常好吃 比一般的蛋贵很多 现在加一个普通的蛋 看什么样子 有什么变化 哦,真的咯 蛋黄比较白 这个五股鸡蛋特别黄 我一会煮几个试试看 这样搅拌好了 先不用揉 盖上锅盖 饧发五分钟后 再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加上一汤匙的酥油 没有酥油可以加其他油 我酥油有泳片 自己可以去找看 这两天问酥油的人太多了 我都有放在盘丝饼的链接 大家可以自己找去看一下 酥油很简单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揉 揉面还是这样 顺着一个方向揉 今天我要插一个话 有朋友留言说 关于盆光 在山东人做馒头盆没有那么光 那么我就来告诉你 为什么盆光 加上油 因为山东馒头不需要加油 做面包 做吐司一定要加油 所以这是一削头 都说盆光 加了油 盆自然就会光 你看 今天做这个面棋子 一定要加油 加鸡蛋 盆自然而然就会光 所以有人告诉你盆光 从来不告诉你为什么盆光 我这两天告诉你那很多 有人已经开始留言抗议 影响他们的生意 这一次我们不再饧五分钟了 直接上面板上来揉 今天的面团比较软 整个过程没有用一滴水 如果您不吃鸡蛋 也不吃牛奶 就可以换成同样重量的水 来和面就可以了 你看很好揉 揉了不到两分钟就光滑 松弛五分钟 然后开始制作 你看松弛五分钟 它更柔软了 面团比较大 可以切成两块 这样做起来就比较方便 现在都没有发酵 里面都非常粘密 如果动多慢 发酵里面就是蜂窝组织 就不能这样揉了 就要先排气 面团软也很好揉 很快就揉好 常常有人问要揉几分钟 这个没有规定 揉得越快越好 把这个面团揉好 不要让它发起来 你自己感觉它已经很光滑了 没有皱折就可以盖起来 行五分钟就可以做 就不需要再揉了 稍微总理一下就可以擀饼 因为面团松弛得非常好 用手轻轻的一按 就可以按成一个圆圆的笔 搭上点干面粉防粘 这个在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奶粉吃 如果小孩子开始换腐蚀 就是吃这一个 在山东的名字叫做 嘎炸 我也不知道这个字怎么写 现在去我们家乡市场上都有卖 我用手指这里用牙签挑一下 因为用鸡蛋合的 会产生一些小气泡 用牙签挑一下 防止空气在里面 就不会塌陷 这个很重要 现在换小擀面杖 再往外擀一下 擀到差不多一公分厚 就可以了 切这个形状是根据你喜欢的形状 我们家乡都有切的叫面棋子 刚才我说了 家乡话叫嘎炸 嘎炸就是锅巴的意思吧 台湾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这个尺子这样用是刚刚好 大家没有直接用擀面杖用刀切就行的 也是很方便 大家看到整个的食材 没有沾到一滴水 那时候小孩子断奶 我们就吃这个 其实现在看看也是蛮营养的 当时鸡蛋牛奶就是好东西 因为这个好存放 用锅烤的没有水分 不容易发霉 放一个星期都没有坏 那个年代都也没有冰箱 一般家里都会做很多 给老人给小孩吃 好了 现在做完了 旁边切下来的 还有送下来的 可以把它搓一搓 做成你喜欢的小图案 做这个面杞子真的很方便 这个都可以不要放冰箱 早上起来当早餐吃就好了 这个跟馒头不一样 也可以不用加热都可以吃 如果放大铜电锅 不用加水 放保温 热了就非常好吃了 跟刚剁的一模一样 这个做法用烤的保证不失败 只要你做出来就不会塌陷 好了 做完了 就这么简单 赶快试试吧 现在盖上布 慢慢的醒发 趁着醒发时间 给大家看我煮的鸡蛋 这个是五股鸡蛋 绿绿的 两个比较一下 五股鸡蛋的蛋黄比较黄 现在已经发好了 关于这个发的时间 像我们台湾这个天气 发20分钟差不多 你拿起来很轻 很明显已经发起来了 新的形状已经不太明显 所以用刀再帮它一下 更加漂亮 听 这就是发好的声音 这一步最关键 用细细的筷子 每一个都戳动 这个作用就是 在烤制过程中 不会鼓大泡 而且里面的空气都出来了 表面看上去也非常漂亮 好了 现在就开始煎 这个是干煎 锅底不加油 锅先烧热 摆上以后会马上膨胀发酵 好了 现在开火 现在是小火 连中火都不能硬 盖上锅盖慢慢煎 现在看看昨天捡的小鸟 我给它取个名字叫两万 它今天很好 现在打开锅盖 要翻一下 锅的受热面积不一样 你看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所以煎东西不能离开 剩下这些用另一个锅来煎 面板上这些放大层电锅 这个锅没有锅盖的 一直就是这样煎就好了 为什么第一遍要用手翻 它还不烫 还没有固定 如果用夹子 表面就会有凹陷 它现在表面是软的 所以用手翻 现在不烫 这一锅没离开 受热就比较均匀 第二遍就用夹子翻了 因为现在已经快熟了 很热很烫 火越小越好 你看都很小 你看这一锅去看鸟 中间这个就有一点翻得慢了 因为中间受热比较快 所以要紧记奶奶的话 煎东西一分钟都不能离开 我也常祝福你们不要离开 刚刚是想去看看两万 我给的取名叫做胡两万 跟着我姓胡 因为昨天我的频道刚好是两万 我想让它跟着我的频道成长吧 现在我已经翻两遍了 现在把面旗子都竖起来 再过几分钟 再让它躺平 盖上锅盖受热均匀 你看基本上就快熟了 这个颜色已经很漂亮了 我们就可以吃一块尝一尝 你看 非常的香 非常的松软 因为面团本来就软 跟面包完全不一样 面包烤出来 一捏就没了 这个还有扎实的味道 鸡蛋的味道 牛奶的味道 非常好吃 早餐起来吃饭 喝一杯牛奶 吃这么一块面 我觉得彼此卖片好 还有如果出去爬山 带上两块 拿一瓶水当点心 都非常方便 真的非常好吃 这个更简单 你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个绝对不会失败 也坚决不会塌陷 现在两锅放到一起 盖上锅 慢慢变凉 晚上就可以这样吃 早上也这样吃 都不用放冰箱 如果要吃得很久 就放冰箱 吃饭 我们现在来 吃饭 吃饭 吃饭